这就是我吃百香果的方法 在家自己种百香果 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这个维生素大餐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突然间的降温 今天早上上来楼顶 就发现我家的百香果 整个的状态都不怎么好 这是很正常一个事情 然后我就顺手摘了一个 还没有熟透的百香果 这个百香果挂在树上 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是去年11月份开花的百香果 而百香果这个时候 如果它还挂在树上 您记得把它摘下来 当然没有熟透的百香果 也是可以拿来吃的 很多朋友吃百香果 直接拿把刀切开 然后把里面的种子给吃掉了 事实上百香果可以说是整个都能吃 当然估计没什么人会喜欢吃这个皮 我是直接当它橘子一样 把果汁皮给剥开 直接吃掉 这个应该是属于春果 去年年底挂的百香果 今年才吃 这种百香果由于水分不是很足 光照也是不是很足 所以这种百香果表现得非常的不怎么好 跟我们熟悉的百香果不一样 但是整体来说这样的营养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而我家现在树上还挂着七八个这样的果子 都是差不多熟了 你看皮都开始转黄了 很多朋友认为百香果是酸的 其实百香果如果您在家种植 只要在树上成熟的都是比较甜 我前几年种的百香果 无论是地灾还是盆灾 都是掉落的时候才去采采 才去把它打开来吃 那个百香果是特别甜的 基本上甜度呢超过了十左右 当然了有点酸有点甜 口水都流了 我先试试看看口感如何 没有熟透的百香果 有点酸 而且呢 基本上没什么甜度 但是那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其实百香果呢 盆栽种植呢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在家里种植 基本上没什么难度 只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尤其是现在刚刚过完年 这个时候呢 就最适合在网上买百香果苗回来 那么您会发现呢 即使今年不挂果 明年呢 也会挂满果子 百香果呢 从成长小苗子到大树呢 基本上需要八个月左右的时间 现在种明年的这个时候呢 就差不多可以准备开花结果了 这就是在12月底 双十二的时候 我买回来的百香果苗子 然后现在种在无花果花盆里面 然后这颗百香果呢 昨天呢 还是挂满了叶子 你看这叶子被我全部摘下来了 hold下来了 就剩下顶上的四片叶子 以及这个组组织啊 嫩芽 百香果种植呢 大家要记住 您要想它尽快的实现百香果自由呢 一定要让这条这条主干呢 是尽快的木枝块 以及增粗增强壮 正常来说呢 等你家的百香果长到一米左右的长度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去分化侧芽 一般情况我在家里种百香果 侧芽只有两根 最多只有两根 一般情况您也可以一根长到顶 但是呢 这样子会长得比较慢 长侧芽了之后呢 就第二就形成了二级的祖蔓 二级的祖蔓呢 并不是挂果子 等到二级的祖蔓再长到半米左右长度 加上原来的一米就一米五左右呢 基本上到你的架子了吧 这个时候会再次的打顶 再次打顶呢 它就会长出三级的祖蔓 而三级的祖蔓呢 开始就是您的挂果子了 所以越快速入 让您家的一二级祖干 木枝块呢 能让你的挂果 实现百香果自由呢 会更加的简单 而且呢 记住一个事情 百香果是可以养几十年的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 花一年的时间 去培育您家的百香果 这里有两颗的百香果 这一颗 以及这一颗 这两颗百香果呢 都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去买回来的 当时买回来的 也就是一颗十厘米左右的小苗子 这个是香蜜百香果 百香果呢 品种很多 大家尽量爽着一些南方工业种植 甜度比较高的品种 比如香蜜啊 或者是一个金霸啊 这些品种都可以种植 您会发现呢 它一年时间呢 就可以整个的木质化 而且非常容易争出 然后呢 如果条件允许呢 它很快呢 可能当年就能实现挂果 您看我这个果 百香果 看到没有 里面还有一个果子 这个就是当年就实现百香果自由的 当然呢 这样的一个果子也是属于春果啊 所以呢 口感也是不怎么好的 如果条件允许呢 尽快把它摘下来 这样子有利于今年的瓜果 如果您是现在买百香果苗子回来 记住一个事情 把它买回来之后呢 尽快的上盆 当然呢 在上盆之前呢 可以适当的泡十来分钟 那个多菌磷 以及生根粉的混合水溶液 泡上十来分钟呢 您会发现 再移摘到新的花盆里面 只要你的新的花盆土养 不是非常非常的板结 基本上都能成活 而成活之后呢 就按照我刚才的方法去打顶抹牙 您会发现呢 一年之后呢 它就会长成这样的一棵大树 而百香果呢 基本上是养一年左右呢 它就可以开花结果 树都快呢 可能八个月现在种 到今年的十月份呢 也会开花结果 这是很正常的 这样子呢 您就可以实现维生素C自由了 而盆栽种植的百香果呢 可以说是您绝对没有吃过这个喉口感 跟我们买的三瓶百香果一样 三瓶不一样 三瓶百香果呢 偏酸 而我们自己种植的百香果是偏甜的 因为呢 它这个那个挂果的时间比较充足 但是呢 三瓶百香果买 在从采摘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绿色的 然后喷上那个吹熟剂 然后所以我们大部分吃百香果都是酸的 而我们盆栽种植都是甜的 这是百香果的种植方法哈 百香果基本上想要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烂根 然后百香果浇水的技术一个事情哈 不要在跨盆表面浇水 浇水从下面浇水 最好呢 您像我一样准备一个密闭的水容器 然后呢 往里面加入水就可以了 基本上这个水的厚度 在两厘米左右的勾就够了 这里面的水呢 就可以一直供应给夸盆 给百香果吸收 只要这个盆面不是长时间的保持湿润呢 百香果就能长得非常的好 您可以放心了养 因为百香果只要用这种方法养 您家的百香果呢 就会随便养 养包盆 现在是二月中旬 是最适合种植百香果的 如果有条件 在家一定要种上一颗 那么您会发现 原来呢 百香果只有 是距离里那么的近 好了 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 二花见 感谢大家 拜拜